高雄縣代表就是我們民政處的邱處長 來講一句 陳市長 陳縣長 公務縣長 這場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好 我想由於縣長跟副縣長都還在載區協助 再面臨載後的重建 我這邊代表縣長跟副縣長今天的記者會 我想作為公務縣政府團隊的議員 過去的兩個禮拜是相當的沉痛 也相當的痛苦 一方面面臨全台灣 全高雄縣 我們有五個重災區 大概有好幾十萬的民眾流離世俗 我們內心是相當沉痛 但是我們除了權力救災之外 不管是在軟硬體的重建 我們也許可以透過政府跟人民的協助 可以讓災民重新找到一個安置的地方 找到一個收容的地方 找到一個未來他們重新的地方 我們也許可以透過政府跟民間的努力 把這些社會各界中藥團體善款跟善心 把它發散給這個災民 也許我們救濟金可以用最快的速度 發放給每一個領安城的家屬 但是作為縣長團隊的議員 我們內心承動的地方就是 我們每天在災區面對這些災民 或者亡生人的家屬 那種無助 那種悲傷 一次失去志氣十幾個 那種無助 我想做我縣長團隊的議員 我們只能陪他流眼淚 我們只能陪他 感受到那種無助 這個時候我覺得高興 先做一個宗教的聯合佛 我們也謝謝 不管是佛光山 不管是慈濟 不管是法普山 或者是道教的團體 或者基督教 各種教牌 在救災期間或者復健的階段 都給縣政府很多的協助跟幫忙 特別是在每一個收容點 以及每一個災民說 這個安置的地方 他們提供大力 提供很多能力 或者支援的協助 特別是被災民心靈的重建人士的部分 也謝謝陳市長 跟高興市政府團隊 在過去兩個禮拜 全部投入 特別在災民安置的部分 在支援的這個協助部分 都給高興市政府很多的協助 我想已經經過了兩個多禮拜 在下一個階段 就是一個心靈的復健 如果最多的